弟子跟您请安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对加持力的开示 我们上次没来得及分享 再次补一下 2016年7月17日 观世音菩萨对加持力的开示 首先学佛不是依靠佛的加持力才去学佛的 众佛有需要自己领悟 你师父节目录音和白话和话的重要性 自己愿意去学 用人间的话叫主动性 第二能量要依靠功德来聚集的 佛性和功德能终枪这种正能量 弟子问菩萨 师父你们平时说的加持力是指什么呢 菩萨回答 就是指这种能量呀 靠菩萨加持的能量是一种外部能量 外部力量 而有自己的佛性和所做的功德产生的能量 是不一样的 弟子问菩萨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佛菩萨的加持 更重要的是对自信的发掘对吗 菩萨予以肯定说 这就像师父给你们一把开门的钥匙 但是最终 终究去打开门的是你们自己呀 菩萨继续开示 只要你们好好修 就能得到维师的加持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这是一个同修的分享 这师父讲的是啊 讲的都是对的 很好啊 感恩菩萨 师父他就这个小开示 他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师父 就是菩萨提到学佛的主动性 不仅仅是依靠 不仅仅是依靠菩萨的加持 文殊菩萨也曾经开示过 只要学习白话法法的所有 都能得到他的加持 请师父执别开示一下 什么情况下 佛菩萨会主动给我们加持呢 第一你上辈子跟菩萨有缘 有缘分 嗯 对不对呀 第二 你本身很精进很努力 你在修六菩萨蜜 那你当中只要修一种 菩萨就会给你加持 但是我说的任何一种 必须很努力 嗯 明白了吗 还有 明白了 还有就是 文殊菩萨这么慈悲 说你们只要好好学白话佛法 他就给你们加持 文殊菩萨们智慧啊 这还不懂啊 嗯 对 对的 嗯 好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我们理解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靠菩萨加持的能量 是一种外部力量 而有自己的佛性 所在功德 而产生的能量 是不一样的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种能量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哪里啊 这还不知道啊 嗯 我喜欢举例子 比方说 嗯 你自己本身身体不好 对不对啊 对 啊 好 那个外部的力量 啊 拼命的 啊 让你 啊 让你吃这个吃那个 外部给你力量 那你会好一点吗 会好一点 问题你自己不锻炼 你自己本身的 身体的内内在结构 本身身体有不足 嗯 你说你再怎么吃 能吃好不好 哦 明白了 是不是就不是我们 常常学 以前学过的 哲学上讲的 内因和外因的作用 对啊 这个意思 菩萨就是这个意思呀 菩萨说我们 菩萨给我们加持 只是外因 给你推动 嗯 主要靠你们 还是靠你们内因的改变的 明白了吗 哦 对的 对的 嗯 因为只有我们内部的 就是自信 就发掘过 发掘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得到 菩萨的更多的加持 对啊 是不是这样 师父 对啊 对啊 因为师父 和菩萨都是非常干净的 我们这些修佛的小孩 那个就是弟子们 越修越干净 自身的能量越来越强 其实跟师父的感应 和师父的感应 越接近 其实越容易得到 菩萨的加持 对 嗯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你修到 看见很多 人间的肮脏的东西 你很厌恶了 我告诉你 你就是 嗯 慢慢的在解脱 人间的束缚了 听说懂吗 嗯 你比方说 你现在很多 很多 你就是看看男女 这种事情 如果你一个女人 觉得这些 很恶心的事情的话 说明你这个人 已经很干净了 如果你还觉得 这些东西很开心 你不就出什么 这讲得很清楚 嗯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对的 对的 感恩师父 就是我们其实 还是要好好修自己 不能一味的光求葡萄加持 呃 如果我们这时候呢 功德不够 或者念兆很重 切断不干净 其实葡萄 跟我们的加持 这个力度也会被削弱的 是不是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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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外面 外面外面 外面 我已经经常讲了 外因是 这个内因起变化的条件 呐 对不对啊 内因是起变化的根据啊 你这个这个外因 对你的影响不会很大的 尤其是很多 学播的人学到 后来如露不动 那更境界更高 对不对啊 嗯 对 好了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别开始